作用過時的方法投資大灣區 跟我過來V家物業聯展中心吧 V家物業聯展中心獨家開放海外房產投資APP 讓你在香港都能夠全面了解海外項目資料 客戶到站即能查看海外數百個項目資料 V家物業聯展中心 作為全港唯一365日永不落幕的海外房地產聯展物業中心 他們總部位於禮之角 面積有4000尺那麼大 除了有內房物業順盤推薦 還專門設立演講室 每個週末都會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到場分享 其中以內地、海外房地產投資分享為主 不少參加者聽完分享之後都獲益良多 都紛紛參與內房投資 所謂先求資再投資 透過V家物業聯展中心 可以打破內地和香港兩地的信息交流壁壘 V家物業聯展中心 現在是香港荔枝角 荃灣、屯門、元朗、上水、觀塘 設立門市 立節真正方便到香港投資者 可以第一手收獲海外投資信息 我們要做一個特別的提醒通知 因為這幾天有很多觀眾有諮詢我 有差不多十幾二十宗 有人罵他們買橫琴的車位 而橫琴的車位是沒有產權 說明是沒有產權的 就問我好不好買 很便宜 幾萬元都有 因為我真的答不到這麼多 還有我擔心的觀眾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但又可能沒有問我 所以我就擔心大家縱服 記住這些橫琴沒有產權的車位 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大家千萬不要買 因為是沒有產權的 而且橫琴是一個商業區 很多車位可能在公寓下面 或者寫字樓 公寓因為是小面積小單位 住在那裡的人都未必有車 當然如果你在上面買了樓 而你買了車位就沒有問題 就是一套 以前我講解過 就是你上面有樓 你去買車位 你作為一個配套就沒有問題 但你故意買車位 而要作投資 而這些所謂沒有產權的車位 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其實我剛剛 其實前幾天我拍了一條車位的片 因為最近很多人問我車位的事 因為我之前其實已經有很多片 是講車位的 我這條片下面 我會做兩條車位的連接 大家麻煩你 如果真的考慮這些車位 有人叫你買過的時候 你可以看了我的片 知道買車位的分別在哪裏 然後你才會決定 不要真的聽人推銷你 然後覺得很便宜 因為香港的車位很貴 你覺得幾萬元買車位發達 去誤導大家 這些是縱伏位 因為那些沒有產權的車位 其實那些叫人房車位 人房車位沒有產權 只能買一些使用權給你 這些完全沒有價值 而且剛才我說過 你在公寓和橫琴 現在的寫字樓 暫時的入住率很低 大家眼睛看到有橫琴 有這麼多棟寫字樓 有多少棟會 有很多人在開公司 是很少的 那你買了車位 你真的要等在這裏 因為沒有人租你的車位 你放在這裏等 還要說沒有產權 那你真的為甚麼呢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我只是想借這影片緊急 我叫我秘書車出來 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遇到這些 你真的要想清楚 我不希望大家蒙手任何損失 這次我不是去攻擊任何盤 任何甚麼 我只是針對沒有產權的車位 我們香港人是不要買的 那這件事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去擺一條 買車位應該怎樣去選擇 怎樣去分辨 哪些車位是有產權 哪些車位是沒有產權 大家要先學習一下 大家記住 我的觀眾是很有智慧的 先求資再投資 不要心急 這就是一個智慧 在這裏 裏面會鬆 請你 そ裏面會 來 你